字幕by 李宗盛 哈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航 今天呢我們來繼續玩紐柏林賽道了 不過我必須要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中間這麼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第二集 但是因為我之前就有聽說 國外大神已經要做出真正的北環賽道了 也就是總長二十幾公里的那個賽道 那在前一陣子GT5的網站上面 他也PO出了載點可以來下載 所以之後呢 我們的紐柏林系列就是全部都會來跑這個北環了 不過上一次我是說要兩台車子PK對不對 那目前有個小小缺點 因為他北環的賽道非常的長 等一下我們先到這個地方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去那個賽道的話 我們要從機場這邊這樣過來 到這個點 然後呢他說按T可以飛過去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空中要等他Loading一下這圖片 OK來了這就是紐柏 這就是高清版的紐柏林賽道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的貼圖 跟之前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 我們隨便進到一個修車間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們的車子可以這樣捅過來 唉挺怪 那不要問我為什麼今天旁邊載了一個妹子 我覺得身為一個賽車手旁邊載一個妹子 其實挺正常的對不對 非常正常啊 你看這修車間 你看他下面還有寫Pit Lane 整個模組製作的非常的精密 那我這邊稍微開一下修改器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地圖喔 我們之前是跑這個紐柏林賽道嘛 就是中間這一塊這樣子 那他這一次的北環呢 是根據現實來做的 所以呢就是跑等一下前面那一大片有沒有 這片地圖真的是大到非常誇張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圖超級無敵大 他的物件要慢慢的loading 不過呢只要我們用車子這樣開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我們先回去 那因為這個地圖非常大喔 所以呢我稍微把這個系列調整一下 然後也稍微看一下大家意見怎麼樣 那我目前呢是想說一起就是跑一台車子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車就是法拉利的FXXK 這個拉法拉利的賽道版本喔 好的 那麼我們廢話不多說 因為賽道太長了 我們現在直接邊開邊講 好的我們現在在終點 那這台FXXK呢 該改的部分我都改過了 那因為賽道很長嘛 所以這個系列可能就不會讓車子進到改車場裡面 就跟熱力追氣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賽道終點呢就是後面那個粉紅圈 我們到時候會跑一圈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現在先直接開始 5 4 3 2 1 GO OK Let's go 這個沒有通氣啊 跑起來呢就是非常輕鬆 這個系列目前呢 我就是這樣一級 跑一台車子 然後呢我們來看看每一台車子 在扭波林賽道的成績怎麼樣 這個系列會稍微偏向比較輕鬆一點 不會像是熱力追氣那樣子 旁邊還有警察叔叔在那邊追喔 欸欸欸這台車會不會太滑 欸FXXK FXXK 這個參數 上次有人說我這邊油門要輕輕抽是不是 好我輕輕抽 我稍微練習一下 好 三檔 四檔 殺一下車啊 殺一下車 這個FXXK 的控制不是那麼好控啊 要稍微 稍微認真開車一下啊 對我說就是輕鬆開車嘛對不對 那這個系列的背景音樂什麼的 我們也會放鬆一點 就算是比較輕鬆愜意的開車 那這個北環賽道呢真的是非常特別啊 他是在德國的 萊因蘭普發爾磁州牛堡的賽車跑道 好像是這樣唸吧 普發爾磁州牛堡啊 我背的挺久的 那因為這條跑道他的長度還蠻長的 而且呢路線比較嚴苛一點 所以就有了一個綠色地獄的稱號 跟我們前一陣子發的亞馬遜生存 那個遊戲名稱是一模一樣的啊 那我們就是在GTA的世界裡面 來好好玩一下這樣 你看他這個地板 有沒有很真實 跟我們上次跑差很多喔 他的物件什麼的都做得非常密 主要是這個賽道啦 看到這邊都有其他車子的胎痕 基本上我們照之前車子的胎痕這樣開 你看這個煞車痕有沒有 稍微有提示到我們 這樣子走過來 那大獎賽就是從右邊這樣繞過去 不過他把他擋住了 就是強迫你直接跑北環啊 欸小心 啊爐到一點 啊妹子你沒事吧啊 撞到妹子那邊了 來hold住一下 好我們準備進入北環 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沿途的風景怎麼樣 這個賽道其實跑起來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舒服 煞車煞車主要是煞車要控好 你看煞車控制好 可以可以 我們今天第一次拍片啊 有一些比較認真的觀眾 不要那麼嚴格好不好 我們就是 來挑戰一下這樣子 輕輕鬆鬆的開車好不好 開開車 聊聊天這樣 欸 好彎過來 我們看他的賽道非常大 旁邊綠意盎然這樣子 跑起來非常舒適 那這個系列的車子 我目前是不打算跟熱力追氣 就是有重複 或是說 這邊跑過的車再去熱力追氣跑 就是盡量都是分開 畢竟 GTA5有這麼多的模組車拍也拍不完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盡量分開啦 哇這邊 小心開小心開 哇這個賽道好長 直線加速好爽 現在跑幾分鐘了 兩分鐘了 前面有個急彎 殺一下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XXK的低人稱好不好 我現在很怕 我一開低人稱 等一下直接出事對不對 妹子 這個頭整擋到妹子的臉了 這個賽車椅 他失側 竟然擋到妹子的臉 我想要看妹子的臉 妹子 我只看得到他腿 看腿也可以 不是 這樣就沒有那種福利的感覺 我想要給觀眾福利的說 等一下 我在哪裡 過來過來 還行還行 彎過來這個地方是怎樣 這個彎好大 再彎過來 我再看清楚一點 前面的路況可以 看一下妹子 真的看不到 我完全看不到 各位觀眾 我真的很想放福利給你們 但是 這角度出乎預料 怎麼會這樣子 算了算了先切回來 我是不是應該認真 介紹一下 FXXK的內裝 我稍微看一下他的方向盤 他這個賽道版 真的是很有感覺 有沒有 你看他這個方向盤上面 哇 啊 這個方向盤 上面還有那個轉速表在這邊 而且他的電子儀表板也是有效的 這個模組還做得還不錯 那這個系列可能就沒辦法 就是比較仔細的介紹車子這樣 唉唷我真的覺得第一人稱這樣開 會不會有些觀眾會吐啊 唉唷不要罵我不要罵我啦 唉妹子在那邊罵我不行啦 妹子不要這樣啦 唉我在哪裡 唉算算先切回來先切回來 第一人稱真的是沒辦法 GTA5的第一人稱實在是 靠的有點太前面了 所以呢 有些視角真的不是很好 你看這邊 哇賽 還可以看到別的房子有沒有 等一下喔 這地方先殺個車啊 殺個車 他有些地方是比較鄰近鄉村的道路 所以呢可以看到周邊的一些設計 我真的覺得這個作者很用心 他在他的檔案說明中說 他好像耗時了將近兩年的時間來做吧 他好像主要都是在優化這個 我們目前旁邊看到的這些風景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這些做的真的太厲害了 好我們這系列情情鬆鬆喔 我們今天第一集就先稍微試開一下 看看大概成績會是多少 那之後也有可能會讓重機之類的來跑跑看啊 因為GTA的車真的太多了好不好 我想要盡力的把一些好看的車子都拍給大家來看 哇這個地方 小小飄移一下可以欸 FXXK 其實FXXK這個參數 在這種沒什麼車的道路上 開起來感覺還不賴嗎 玩怪玩怪 還行還行跟著這個太溫柔 不過我剛剛還注意到一件事情 從剛剛到現在這些賽道上面 好像都有一些塗鴉欸 你們看現在旁邊這些 如果有一些觀眾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方稍微幫我們科普一下 這部分我就比較沒有在做資料啦 不好意思 哎唷哎唷哎唷 裝到裝到 妹子不要妹子不要 不要口出髒話好不好 可以欸 這個其實很適合這種FXXK 他雖然在公路上跑起來有點飄飄的有沒有 他的這個參數 應該跟我們上次熱力追氣的拉法拉利是一樣的 開起來感覺差不多 六分鐘了 這個賽道竟然跑六分鐘了 你敢信 哇 哇 這個地方 哎唷 我真的很難開耶 現在還不太熟喔 我才測試一兩次而已 哎唷 哎糟糕糟糟糕 哎我們的前胎 完了完了完了 等一下如果爆胎的話 我們會在中間稍微修一下車子啊 哎尷尬 不會爆胎吧 不會像上次一樣吧 他現在前輪已經呈現紅色的狀態了 我希望他可以直接撐到終點啊 不要爆胎拜託 我們盡量不要讓他一直飄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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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這個馬力和佐滴滴可以非常的貼合 哎呦 哎呦 我覺得這賽道是不是 擋數比較上不去 怎麼一直才三四檔而已啊 我對我好像一直掛三檔在跑哦 啊四檔 殺一下車殺一下車 哎呦 我不會要跑個十分鐘吧 怎麼那麼久啊 哇這個哇哇哇 太多太多太多 哇我們的前面擋風模擬破掉了 我現在才發現 抽油抽油 油門慢慢放 一點一點放啊 觀眾教我的我都有聽進去 好不好你們的留言 我真的都有看到 七分鐘了快點 我們想辦法 在十分鐘裡面把他跑 跑十分鐘好像有點太久 所以這個系列 因為賽道長度的關係 所以呢 我可能就 每一集我們就開一台車這樣子 哦五檔 哦這邊直線跑起來好爽 哎 遠方那是城堡嗎 德國的城堡是不是 天啊 德國的鄉間賽道 好舒服這個系列 而且搭配 GTA5的光影 真的好棒哦 哎我的前輪顯示已經不見了 哇塞 不會吧 不會等下跑一把真的爆掉吧 還行還行 殺一下 哎好像結束了 通常最後一個直線加速就是快結束了 這樣子 到這地方來 看有些地圖還在慢慢loading 還在慢慢loading 啊沒關係我們直接跑過去 嘿嘿嘿 這地圖太大了 跑過去我們最後的跑出來 喔喔喔喔喔 好恐怖這樣感覺好恐怖 欸 拿loading一下 對對對 東西太多了 裝的模組太多了 我們最後跑的成績呢 是8分15秒 0到100FXX可以加速是2.8秒 100到215.5秒 來看一下我們車子目前狀況怎麼樣 這樣轉過來可以讓大家看到妹子吧 啊可以可以可以 啊原來我們是一個光頭啊 玩命光頭啊 好來下車看一下 來妹子跟我下車看一下 好了好不要再放福利給觀眾了啊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來我先看一下我們的車子 跟妹子檢查一下我們的車子 這個側邊都有磨損到 剛剛實在是跑的不是很好 不過畢竟第一次嘛 第一次比較緊張一點 比較表現沒有那麼好 哎妹子擋到我了 哎妹子擋到我了 不是我視線準備在身上 等一下 先拉回來好不好 先仔細在車子 focus在車子上 這個系列是focus在車子上啊 哈哈哈哈 外觀上呢都有輕微的插傷啦 不過呢 fxxk跑在這個賽道上的感覺 還真的非常的不錯啊 你看看我的主駕駛這邊的fxxk 都被刮痕給刮過去了 好我們再上一下車 今天實在是沒有很詳細的 看到這台車的內裝 好不好 下一次我會的 我會稍微看一下 欸不會吧 這台車有倒車顯影喔 這個顯示螢幕是真的看得到 後面的那個欸 後面那個有一個BMW的圖案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後面那邊真的有欸 他是有倒車雷達是嗎 哇靠 欸這個模組好誇張喔 太猛了吧 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真的不簡單 電子衣標板什麼的 都是全部都可以使用的 太神了太神了這個 那我們今天這個紐柏林賽道的第二集 其實也算是一個全新的東西了 那目前我的構想呢 就是這個樣子 那各位觀眾如果有什麼看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紐柏林賽道 就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到我的AP粉絲按讚 更主要是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模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